透过月亮和山的故事 艺术家也希望能够带给大众沉浸的感受 王博翔创作展《用月亮的眼睛看山》 吉利奇展出至3月28日 在高雄舍拉威一郎展出 幽静迷幻的氛围 柔和的色彩 讲述着月亮跟山的故事 期望带给大家一种沉浸的感受 我这次的展览主要是油画 然后二楼也有一些用胶彩方式来呈现的 然后在三楼主视觉的地方 我们主要是用一个我自己的创作展 他名字是《用月亮的眼睛看山》 然后《用月亮的眼睛看山》这种感觉 我主要是想要表达那种月亮 跟着隔着我们有一层沙的那种感觉 然后而且月亮会有神秘 静谧 有时候神圣 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变化的样貌 在这里我主要是把那种 希望把这种多变的样貌 然后又带着一种神秘 跟现实跟虚幻之间交叉的一种感觉 然后呈现出来 当山引路夜晚升起的是神秘主义的世界 没有喧嚣 瀑布是无声的 是山 是云 还是雾 层层堆叠的手法让人仿佛就在深山中 可以感受到山的宁静跟神秘 史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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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